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两人搭档主演的电影《剩下未来》中的一段场景 不只正片 两人私下的互动也是十分甜蜜 古灵精怪的女孩故意在男孩低头的那一刻冲对方的耳朵吹气 被吓得的男孩也不生气 而是满脸宠溺地看向对方 这段话续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两人CP粉的心 这不就是一个暧昧中的小年轻会做的举动吗 两人都是同心 说是被全国人看着长大都不为过 并且两人年龄都差不多 看着两人饰演的情侣 很多人都有一种从小看到的小孩终于长成成人谈恋爱的感觉 有人说张子峰和吴磊光是站在一起就已经构成了一部青春小园剧了 仔细想来这么说也没错 出道多年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 两个人始终保持这一颗诚挚之心 这两人相立精同的同龄人能够成为一对默契十足的朋友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比起阳光活泼的吴磊来说 妹妹张子峰则显得更加害羞 内敛一些 此前她在向往的生活中面对生人的表演更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情 这不就是有社交恐惧的我吗 也正因如此 也使得观众很少看到张子峰对某个人表现出十分亲密的一面 但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打破了妹妹张子峰一贯的社恐画风 这个人就是欧阳娜娜 张子峰对欧阳娜娜亲密到什么程度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张子峰手机可力放的照片都是她的偶像 日本演员关田江辉 可是突然有粉丝去机场接妹妹的时候发现 那枚手机可力万年不变的照片竟然换了 换成了她和欧阳娜娜的合照 不仅如此 欧阳娜娜送给子峰一把吉他 内美还专门发了微博 晒了出来 据说这把吉他是欧阳娜娜专门为妹妹做的 上面的图案是欧阳娜娜最喜欢的一位设计师设计的 眼睛的网友还在吉他下面发现了一段英文 你是我夏天的风 而这动画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刻在吉他上的 去年张子峰和欧阳娜娜曾在节目上一起唱过夏天的风这首歌 这首歌也是俩人友谊的见证 在那期节目中 有一段俩人待在房间里聊天的片段 张子峰对欧阳娜娜说 没有人愿意给他过生日 没有人给他送礼物 所以当听到欧阳娜娜说 祝福他生日快乐并且要送礼物时 他激动坏了 还和妈妈炫耀 关于欧阳娜娜的那份生日礼物 张子峰真是到哪种程度呢 从知道欧阳娜娜会送他礼物开始 子峰就在家里等了很久 家里来一个快递 他就差一个非常期待礼物的到来 相信看过这个节目的人 都会被张子峰的真诚所打动 少年人的感情真挚而炽热 即使在利益交织 人情复杂的娱乐圈中打拼多年 但张子峰依然愿意用真心换真心 仍然是这么的干净纯粹 以至于不少网友为他担心 妹妹这样单纯 真怕他被有心人利用 但其实在油热的外表下 张子峰其实有着一颗 比同龄人更早熟 更坚韧的心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 张子峰曾向好奇的大众揭开了自己内心世界的小小一角 这其中有两个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作为童星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会因为从小做演员而感到青少年时期的缺失吗 张子峰是这样回答的 不会 这个事情妈妈也经常问我 我会反问他 到这个年纪你再去回想学校 感受是什么 这样的反问也常常会把妈妈给问住 难以回答 但其实这个答案对子峰来说也并不那么重要 他说这种回忆浓缩成一团 即使已经记不清楚这些细节了 那没有了就没有了 在这件事情上 他表现出了超乎成年人的洒脱 但是当你准备以小大人的标准去定义他的时候 你又会发现 其实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罢了 当被问到你有闺蜜吗 张子峰说 没有 没有遇到何事的 朋友可以很多 但真正能交心的却寥寥无解 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 对于任何心怀善意靠近他的人 他也同样回忆善意 他说自己曾经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但因为搬家的关系而渐行渐远了 也正是因为这份遗憾 他才会格外珍惜与欧阳娜娜的友情 从2014年和欧阳娜娜第一次同台到现在 两人的友情已经走过了七个春夏 虽然我们常说越长大越孤单 但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弃弱 不敢去相信友情的借口 人生路很长 总会有人来了又走 但你要相信 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陪你走到最后 对于张子峰来说 早早进入演艺圈 开始自己的演艺事业 并不意味着自己从此 就会比同龄人轻松很多 同学们都很羡慕 他这么早就能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可他自己却将这一切看得很淡 他说提早的开始 也可能会提早的结束 毕竟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好 对于表演 他热爱他 仅此而已 人生就是这样 有得有失 一切都早已在迷迷中被标好的假码 我们无法拒绝这一切 但我们仍旧有选择的余地 有时候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或许对于眼前的一切会有新的解答 两人都有一双自带叙事感的灵性眼睛 桂伦美是少年们暗恋视角的最好化身 他的冷感和神秘让人感到受足无措 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才能打动他 他的眼睛是扇形性眼 眼珠占比不大 放在年少年人的身上 给人一种充满思绪的感觉 微微的凸眼基本本来就是人在受到惊吓 生气才会有的反应 但桂伦美立体的五官中 合了力气 变成了冷淡清冷的情绪 张子峰同样也是拥有超强叙事美的眼睛 张子峰和吴蕾的吻气到底是什么水平呢 两人在气质框架上都偏清冷 不过桂伦美的面部线条更细长 皮下更薄 气势上更尽力决绝 张子峰的眼睛眼尾和内眼角向下 眼睛弧度圆 同仁黑亮 笑起来水汪汪的 配合他的肉肉嘴唇 有种被保护很好的沉凉感 张子峰和吴蕾的吻气到底是什么水平 如果说桂伦美是遥远雪地里的雪松 演的角色大多带着不真实感 张子峰则自藏在都市里的绿 更洁凡尘 两年前一直担心张子峰被捧得太高 渐渐被流量裹挟 看完这部电影可以把这种担忧放下了 他的眼睛依然清澈而坚定 没有用模式化眼界来代替各种该有的情绪 张子峰和吴蕾的吻气到底是什么水平 而他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摸索 去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情绪表达能力会随着阅历的积淀 变得更加流畅精准 对人物的理解也是如此 而这双充满灵性的眼睛也需要好好守护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 可稍微认识